哈喽小伙伴们,在36套考题开始之前,还请大家多多点赞和订阅,多多支持一下哦。 小伙伴的点赞和订阅就是对小皮坚持做视频和出干货的最好的支持和鼓励了。 非常感谢小伙伴,我是小狗子陈皮,加油,爱你哦。 我设计特别的位置。 A,A,B,B 第十一题 我需要特别注意哪个区域呢? 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都是属于安全的区域了 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分析和进行操作 往往在被遮挡或隐藏的区域 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的 画面中A区域的车呢,左转 我们可以预判,我减速就好 而被区域,公交车前方 是否有行人会出来横穿马路 这就需要我们特别的去留意这里了 答案选择被选项 要更加小心的留意 关键词 注意,留意 je passe avant le véhicule gris 选择A après le véhicule gris 选择B 12题 我在灰色车子前通过 还是在这辆灰色车子后通过呢 我行驶到转盘的入口处 这里右侧呢有让路牌 进入转盘前要记得 所有左侧的车辆我们都要避让 画面中的灰车这个位置打右闪 意味着他想在下一个出口使出 答案选择B 我在灰车通过后 我再进入 je dépass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13题 我超车还是不超呢 这辆黄色的施工车闪着蓝灯 它正在进行雪天撒盐的工作 而我们只能行驶在右侧撒盐的道路上 无论左侧超车道有没有清除积雪 当除雪车工作时 我们都不可以超车 答案是B No 我不能超车 L'indice le plus important se situe En A Réponse A En B Réponse B En C Réponse C 第十四题 A B C 最重要的迹象表明是哪一个呢 A 这种密集的白色虚线出现在交叉路口的地面 这意味着在经过这个路口时 我是有优先权的 B 在我即将接近路口时 车内的司机是否能被看见还是不够的 要持续地观察和要注意我们接近路口的速度 C 注意看后视镜中有无重要的迹象 之前说过的 能一目了然看到的都是可以预判的 但这里的B选项 对方司机的操作是否得当 我们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需要我们时刻留意 所以答案是 B选项 比较重要 Qual passager n'a pas bien ajusté sa ceinture? Le A Réponse A Le B Réponse B Le C Réponse C Le D Réponse D 第十五题 哪位乘客没系好安全带呢? 车内一位司机 四位乘客 我们可以一眼看出 是后排中间的女士 把安全带夹在了胳膊下面 这个是错误的计法 答案选择C选项 Je dois circuler en feu de rout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第十六题 我必须打开远光灯吗? 是否使用远光灯 小伙伴们 咱们记住一条 夜晚无路灯的公路 前方没有车辆的时候 此时 可以打开远光灯 那如果前面有车辆 或者对面行驶的方向 有车辆呢? 记得切换成 近光灯哦 答案是 A选项 Wi 画面中的情况 可以使用远光灯 kommer压 Ol长达 在动手里的方向 随着 A Oui ون B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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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题 跟随哪辆车会存在危险呢? A和B 小货车的后门都没有关好 里面的物品随时可能会在上坡的途中跌落出来 我们需要提高警惕性 并尽可能的与其保持安全距离 答案是A和C 所有新车都没有关好 两个Isofix oui 答案是A non 答案是B 十八题 所有新车都会配有至少两个Isofix吗? Isofix是一种国际标准化的汽车座椅固定系统 它是在不使用安全带的情况下 正确安装儿童汽车座椅 最简单、最快和最安全的方法 自2011年以来生产的所有车辆 必须至少有两个Isofix的位置 答案是A选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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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答案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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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连续层的很多 答案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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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题 在危险的区域路中间线的长度 R选项比线间距短吗? B和线间距长度相同吗? C比线间距长吗? 这种线叫做劝阻线 线长3米,线间距1.33米 它出现在窄路和弯道里 通常行驶在这里是禁止超车的 但是在这条标记线的慢车是允许被超越的 与线有关的问题 小伙伴可以去看道路交通标线总结的那期视频哦 这一题答案是C 圈组线的长度比线间距长 这车轮滚在50kmh 我跌倒吗? 是,答案A 不是,答案B 第二十题 前面这辆车车速是50kmh 我可以超车吗? 可以超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前方要有良好的能见度 画面中并非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 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 车速最快允许是50kmh 当前车行驶50kmh的速度 我不可以用70kmh的车速超过它 此时我要放慢车速 与后视镜中看到的后车 逐渐拉开一个安全的距离 答案是B No,我不超车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 小狗子陈皮继续爱你哦